今天來到星際 打算拍一條4K 它有幾多層 有三四層 下一個圈 一個屬於男性的天堂 男人購物天堂 我買了很多保護卡 因為款式是整齊的 一開始已經是賣相機的 大量相機、廣告 這些也貼得對 它不會貼內衣廣告 這個商場全部都是賣相機 相機、鏡頭的 它是Sony的Ford Camera 賣相機 賣相機 其實我覺得Pocket 2已經是不錯的了 已經夠小了 譬如我拍攝 沒有理由對著人家 本身已經有點尷尬了 即是我拍街 本身 用了4K 50 鏡頭 應該是4K 50 鏡頭 應該是4K 50 鏡頭 因為50鏡頭 沒有那麼閃 有時它的燈 還有一堆鏡頭 整個商場都是賣相機 所以整個商場都近乎是農友 當然有少量的女士會來走 通常都是這樣走 首先打橫走 然後繞出去 這款款式也很齊 這個品牌也很棒 這個品牌也很棒 RD2 陳幾何時 有些賣員很喜歡 沒有生意 就拍兩下手掌 給大家注意 在英國應該不會這樣 即是不流行這些 即是 掌握眼睛 總之你買 你就過來 因為英國人會比較適合 我相信 他們可能 都有跑數的概念 但是 跑不跑都沒有所謂 你都要交稅 香港有跑數概念 沒有強的 在這裏 一大扇 鏡頭 還有腳架 基本上這裏很齊 男人的天堂 所以通常 男人在這裏走一個圈 都不見錢 我上次走一個圈 都不見了 我現在買了 還有一片鏡頭 都不見了 7塊 今天又要花錢 今天想買那個 充電 尿袋 有這麼大 有這麼大 有些品牌 有些G-Shop G-Shop 我今天應該安裝CPL鏡頭 我沒有安裝這麼多廚窗,安裝可能會好一點 隨便吧,這裏很好,連打燈也有 有充電機,看一看 這裏是插頭 這裏是3.1盒 這裏是3.1盒 這裏是一支手機 所以,通常我們買一些專業的器材 就在這裏買 齊款 黃金那裏也可以 還有相機 Sony EOS R5 這裏是不懂的 加上長鏡,這些長鏡可以打著 心前、心口 甚至越長的,通常用來做 這裏最厲害的 這裏是師家偵探 有時有些記者到外面 很遠距離 拍一些人像 明星 美女 就是用長鏡去拍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 因為這裏是長鏡 你站到腦鏈那麼遠 五六百米拍攝 一定不怕尷尬 而且可以拍到最真實的臉 這裏有很多手機殼 都是香港的一個特色 總之有很多相片都是買機殼的 耳機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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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一窩蜂的 好有趣 這裏 這裏 有些 Gopo 配件 Gopo 配件 很多 那些腳架 很多不同款的腳架 那些 那些 相機那些 因為它不同製式 每個製式都有一枝架 這裏有很多保證卡 待會我都要看一看價錢 最厲害的電池 應該最 現在大概是2萬米 其實我想買3-4萬米 如果再貴一點也不怕 這裏有很多 不是的話 只要帶兩個 尿袋 那裏 上去其實還有 全部都是 鏡頭 我很好奇 那裏 他們是怎樣 因為人流 開始少了 他們怎樣去維持 那個生計呢 或者是 這裏可能就不是吃那一層人流 反而是吃那一層 就是那些人自己摸上來 我還是很喜歡的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架子 那些 那些 還有一些窗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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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為何香港人很喜歡 每個人都有事 對音樂是否真的不追求呢? 這層是正局一點 很厲害,但不知為何走 這些手袋很容易 小時候掛在背囊上 方便拿一些小配件出來 這些耳機是近年最流行 很貴 最貴的一萬元 一萬四千九百八十 很漂亮 整個星掣來講 燈都開著 超級經典的 超級經典相機 十分知舊款 幾十年前那些 還有很多鏡頭的配件 星掣都找到 那些鏡頭都很貴 三千多四千元 這裏賣背囊 如果你是做攝影師 那些鏡頭的 他們真的可能要戴這麼大 因為鏡頭都這麼重 加上電腦 那些東西 還有腳架 你看腳架 三千多元 專業用的 相當厲害 所以如果是攝影師 在這裏 就會很興奮 看到很興奮 看到很興奮 什麼牌子都有 不過鏡頭我就不好吃了 我只是玩拍攝器 我只是玩拍攝器 還有 我的 DJI 只有這麼小 這裏看一部 DJI 有一部 Osmo Pocket 不過它沒有雲台 這一部就有 機身就是一個雲台 然後還有航拍 航拍又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攝影的世界都很大 有長鏡的拍攝 對嗎 微距的拍攝 不一定拍遠的 近的拍攝 都是一種技巧 還有高普 兩大品牌 我覺得高普也是 鏡頭 感覺是否大了 加上腳架 加上雲台就很大 所以我不太喜歡 但是我這輛是小的 不用說要對著別人 這麼尷尬 在這裡逼滿人 很多貨 那些 錶 做運動的錶 哇 這裡開始急 所以我不能在這裡 叫做小小小小的拍攝 有一間 旺角都很齊 即是它分好一個個商場 這裡就買鏡頭 接著旺電就買電路 遲些也下賣旺電 那些 又是袋子 那些 高普 看一看 高普很吸引 因為它們的顏色 拍出來是很漂亮的 它不用怎麼調校 顏色都已經很漂亮 最適合掛在身上 玩的運動 Sony 也有一部 我嫌他大 如果你加上雲台 這個只是腳架 或者可以不加 這個相機 相機 都很大 因為相機 很明顯 人家看見就很 喂 什麼事 或者會避鏡頭 避鏡頭 你又拍不到最真實的那一面 我這支 有些人都避 再大一點 你就 哇 你不用怎麼拍到什麼 一邊看到有人在那邊 但如果你拍到大街 就沒所謂 我看到外國也是 拍大街 你不進店 你可以 一大一個鏡頭 加一個 擁抱 因為沒有球好看 應該是最頂的那一層 這裡就更靜 但也有東西看 靜還靜 也有東西看 有些雙筋 有些雙筋 黏在鏡頭上 但你沒可能這樣對著人 有些雙筋 要這麼少 稍為這裡 這裡也有些雙筋 有些雙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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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 有些雙筋 有些雙筋 可以 是雙筋 有些雙筋 GAME CITY 但也不是的,都是相機的 維修電腦也有 什麼是GIMBALL 這些就是GIMBALL 雲台 不同機器都有 這些是最普通的 鎖在手機上 手機的最多 因為現在手機拍得很漂亮 尤其是iPhone 加上GIMBALL 拍得很漂亮 實物就是這樣 鎖在手機上 更厲害的是 用相機拍 尤其是拍攝夜景 相機是更漂亮的 才會拍到 應該這樣說 因為感光細胞不夠強 我這部也是 要調低鏡頭 現在燈光通明 當然是拍到 一到晚上 它會發出聲音 會發出聲音 所以我們拍攝 也會害怕夜景 但大機 又會好一點 也是一樣 有些東西都很類近 賣些東西都是 相機相機相機 那攝影世界又真是 很龐大 但我自己覺得 香港很多人用 專業用的麥克風 我覺得香港很多人 是 用拍攝照 賺食 我自己覺得很少 外國很多 因為他們 這瓶很厲害 這瓶很厲害 這瓶長炮 要用腳架 扛著它 所以一定要配上 這麼大的背包 有些腳架 這隻腳架好像纏著樹 挺有趣 因為外國的 那些 拍攝照片 可以找幾間一個月 記者 也對 但香港就吃屎 出了一萬多元 你當你是黑衣 很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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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難生存 香港的 記者 要向他們致敬 因為他們真的 用那條火去做 但他們拍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很具價值 比iBanker更有價值 很多相機 因為那些記者很厲害 他們有時候拍一些 突發的東西 拍得很漂亮 或者是 拍得很準確 拍得很準確 而且現在拍的東西 更加需要勇氣 大肚子 對嗎? 就是這樣 拍到這裡 整個星際環境 多謝收看